哇 为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会跟小姐这样的垃圾消息 为什么他们一直去摸黑我们 作为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不能学好我自己的国语 我在学个语言还要被执意再执意 去我病吧 阿尼 我是安顾仁 我们是 大家汉价 大家好 我是阿依图纳 大家好 我是阿依图纳 我的名字是阿依图纳 我从新疆河南 请问一下 为什么你刚刚叫阿依图纳 我全名叫阿依图纳阿布里科目 好多个字啊 我好长 我已经记不住了 我户口上都写多长 我是来自新疆河田的维吾尔族 各位 我们终于找到维吾尔族的同胞 我好感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在岛内看到很多有关维吾尔族的讯息 但是我没办法找到一个维吾尔族来做访问 欢迎大家都来新疆 你们就不用在那观看新闻 自己过来随便抓个人问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啊 这个是确实啊 所以我今天很开心 我特别遇到了我们维吾尔族的同胞 阿依图纳 我再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先说我长得好看 你在新疆玩个四五天回来 你看我觉得长得还一般了 你会肯定会这样说 我们新疆美女太矮多了 我觉得你长得很像迪丽森巴 迪丽什么 我迪丽胖巴 不会了 我在这边给大家纠整一下 维吾尔族 这样会叫出来会更全面 更 维吾尔族 对 所以我们各位要记得 维吾尔族的同胞 还有那个哈萨克族同胞 他们也不喜欢别人叫他们 哈族 就大家更喜欢听 就是记全名嘛 全名 对 这都是互相一个尊重 对 我们也是台湾来的同胞 对 不是台胞 呆包 都是一家人吗 对 都是一家人 今天很开心 我们能遇到我们维吾尔族同胞 韩国人也赶快把握机会 然后也跟图纳 好不好 为什么阿依图纳 是你的一个名字吗 还是有分阿依跟图纳 还是什么是姓 什么是名 就是我们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名字 前面是我自己的名字 后面是我的姓氏 也是我父亲的名字 然后阿依图纳是夜晚的月亮 阿依是月亮 然后图纳是夜晚 就是意思就是夜晚的月亮 Munna to midnight 来 各位 阿依图纳讲到一个重点 你刚怎么会讲维宇呢 我刚不是 我刚不是给你看了一则新闻的讯息 就说你们的语言好像 不能学习了 好像被禁止了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的话 那我为什么还会叫阿依图纳 对 为什么 我们是用自己取名字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讲究 比如说是我们认为什么东西美丽 我们就喜欢哪什么去取名字的 比如说我妹妹叫古丽尼格尔 像花一样的爱人 就因为在我们新疆 大家都比较喜欢古丽两个字 对 古丽是花的意思 今天我们找到阿依图纳 我顺便也帮大家介绍 阿依图纳是在新疆的网红博主 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全在新疆 但是我妹妹是她是大学在北京上的 我今天为什么找到阿依图纳 因为我们终于有机会要把我们在台湾 不管收到的新闻媒体讯息 我们可以来一一的问问看阿依图纳 是不是这样 与其今天我们在岛内捕风捉影 为什么不如直接来新疆 韩国人自掏腰包 我直接飞到新疆 今天刚好遇到阿依图纳 我们就问问看阿依图纳 有没有这回事 来 首先我们刚刚讲到语言的 这是我妈今天给我发消息 网上翻的话 我们也有就是 之前就除了 只要不是发语音 她都是搭这样子 诶 为什么 韩国人 我刚刚我爸是不会说汉语的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教他去学 对不对 但是汉语是我们的国语 然后韦语是我的母语 我一出生呢 我接触到第一个语言 肯定是我的母语 我上学开始第一个 开始学的是我们自己的文字 然后再学习拼音什么的 因为拼音旁边都会写什么 这什么 这什么 就是肯定要有对应的字母 我才知道 才会开始背单词 对不对 对 我先学会我自己的语言文字之后 再开始学的汉语 我们那会儿的话 我是92年的嘛 上三年级 我们才开始学的汉语 你刚刚这样一讲 好像已经瞬间 打了很多假 因为我刚刚前面已经讲了 你们的语言 在岛内一些讯息来说 是好像已经被消灭 不是 我真想笑 我以为就是那要忽悠人的新闻 没想到 真有人相信 不是 真有人相信 对啊 为什么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会消出 这样的垃圾消息 对 因为 因为你知道垃圾消息 讲多了就会变真的 不是 我刚刚就是他告诉我很多 他们那边看到的关于我们的消息之后 我就直接问他一句 这样写新闻是不是给他们给钱很多 是不是给很多钱 你立马就会想到这个是不是有目的性 要不然这事情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他们一直去抹黑我们呢 那么简单的事情 其实他来问个维族人就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假的 这是你们随时可以过来随时来采访 不是 我就想不通 我问问你们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为什么不能学好我自己的国语 对啊 这个也很奇怪 为什么去质疑 你突破盲点了 对啊 这个突破盲点了 对啊 这样子啊 我要只不念这个维旺尔族书记的话 就是 我是可以念 但是我要是把我的国语学好的话 我可以叫很多朋友 我去 就是中国好多地方 对 因为大陆太大了 我们就去上学了 是西人嘛 对 一定很多啊 无论就是外出旅游还是学习什么的 我们现在就是跟我同龄的人 基本上是没有不会说汉语的 老一辈的人他们就生在村里面 然后老死在村里面嘛 就是 一辈子就在那里 对 一辈子就在那 他们也就是接触到这个环境 但是到我们这个之后 就是我们班里面 各民族同学都有 对 但是每个人讲自己的语言 我们现在有很多少数民族 要是我讲我自己的语言 你讲你的语言 那大家怎么去沟通 怎么教育 对啊 大家共同生存在这儿 那我们学好国语 大家就会变成好朋友俩 对不对 你讲的这个其实就很双标啦 那你在美国 对不对 也有伊丁安人 也有原住民嘛 那他原住民也很多都在学英语啊 对不对 就是学 这就是双标 那为什么没有人说 这个伊丁安人的语言就没了呢 或者是像你说加拿大 也有他的原住民 少数民族的语言 那你会不会说 他们不讲了就等于被消灭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双标嘛 所以的确你没有这回事嘛 对啊 对 现在大家连新居上都自由了 被他学的语言 还要被执一来执一去 都觉得这样就很搞一口 这就是制造问题啊 就为了攻击而攻击 好 然后第二个 因为阿伊图纳也有跟我说 他们家的田地非常大 那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 因为前阵子其实国际潮的 背背扬扬尤其台湾啊 所以当时有一则讯息就说 你们新疆棉都是被奴役 就奴役维吾尔族 或者奴役新疆上面的人民 去栽那些棉花啊 很可怜啊 有病吧 来来来来 这不是这样子的啊 朋友 我跟你们说一下 好 我们邻居家的年轻夫妻俩 他们就是结完婚 生了孩子 那孩子要长大 那个花钱对不对 我们这边有很多政策 是特别好的 特别对我们友善的 对 但是每个人都想多赚钱 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本来每年 都可以夫妻俩一块出去 那是棉花 对 然后本来可两个人回来 还能赚个两三万什么的 对 但是这个新闻一出来 大家都连人都不甘固用了 夫妻俩明明可以 这两个月就可以 多赚个两三万三四万的 多比你们搞的人家 收入都比你们大了 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 有这样 对呀 而且就现在搞的很多地方 很多人改成那个机器采集了 就是机器采棉 就是那大大的机器 一过去就采好了 你的意思是说 本来我们好 我们亲手去摘 是因为我们想要赚更多 就是人工它会更干净 强制劳动的技术是什么 就是把你强迫在那儿 关押在那儿 你干完会儿不给你给钱 就抢制劳动 人家资源过去资源去赚钱 被你们搞的钱都没得赚了 今天我没有绑王阿姨 那我完全不知道 有这样的做况 都是活儿 但是现在机器采集它是很先进 它速度就很快了 但是就可能会影响 有些人出来务工什么的 有一些人等于少了一份收入 对呀 那肯定 那因为不要被人家讲这些 然后哇 那不是很可怜的 对呀 你都忘了美国之前 自己黑人怎么样被奴役 踩别人还 那才叫奴役 他们现在也是去 那个种族启示 对呀 他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 还动自己一屁股屎 还跑到别人的地方来 制造焦虑 制造那样的莫名其妙的虚假信息 我觉得这样子非常恶心 真的很恶心 而且我做一个博主 我每天面临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 你知道吗 我发一个视频 人家就下载下来 然后把那个篡改 题目篡改 对这个是怎么样 你告诉我们好不好 我跟我妈妈出去那样 做摄衣服 这个我当时也拍过好多次的视频 对 然后有一天我接到电话 我说你的视频 为啥在外邦变成另一种模样 我说咋回事 后面我才知道 我跟我妈妈去做衣服 然后人家说那个采缝 那个小姐姐 她一个月赚了好几千的 姐姐说 她是被强制关押在那儿 当逢人女工的 人家在那儿学技术 然后在那儿赚钱 你飞掉说在那儿 在那儿关押的 现在吓得人家都不敢雇佣人了 全部都变成机械了 这样的话 我们上哪儿去工作赚钱呀 所以我们新疆地这么大 那很多东西都需要人工去内傻的 比如说是我妹妹 我妹夫家 她没有二十目地大的红枣地 然后我近期间网上卖 这个将近两千单的红枣 一项是五斤重的那种 然后那个红枣的话 我们现在是用把它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再从地上把它剪 然后再进一步去把它 处理干净之后 再把它分装 这都需要人工猜育的 那这按你们来说 我们自己种的树 我们那就不应该去 我们不应该去自己去猜 我们不应该去自己去捡 我们不应该去自己去卖 你们自己去捡 自己去卖就是被奴役了 我们自己去捡 就在你们新闻里面 就变成奴役了 我们自己种的地方 我们都吃不上 我们自己赚的钱嘛 我觉得你们这样子很搞笑 倒背口 哎呦 我这感觉到阿姨图纳 是真的有被外网恶心到 对不对 就是外网有一些就是 媒体它是刻意去篡改东西 对 他们拿你的东西去 篡改了 我们不拉过得很开心 现在搞了很多事情 我拍视频就要想 我这个画面会不会有人 彩剪下来去那样抹黑我 可能你有时候想要抱怨一下 生活都没办法 没有 就我的意思是 比如说是 比如说几个小朋友 在地里面玩 玩得很开心 然后就我们河天是 那边是有沙漠嘛 沙漠上比如说我们有说法 就是光着脚踩沙漠 它是去湿器取寒气的 我只是想拍一期视频 我们是如何去通过沙漠 因为我是爱着它 通过沙漠的 去那个自然的那种 晒太阳去湿器 但是你到你们那儿 可能就是这些孩子 穷都穿不上鞋子 很握后的 你很懂他们的那一套 就是这样子 难怪我今天跟你讲 你超有感 不是我就很生气嘛 不是你们就不要老看那些东西 你挑个两个人 我给他们出机票钱 他们自己过来看看行不行 你知道吗 因为今天外网这样报 反而是害到他们原本 对啊 就烧入 就转乱了我们正常生活 现在就比你们那样 就算该搞得我们这些自媒体人 出现了拍视频 我们那边就是市民都怕的 你确定你不是外来 那些坏心耳的那个记者 我说我不是 你讲到这个 你讲到这重点 你们当地的人真的有一些 会有这种警觉吗 会啊 那怎么不会呢 我是说自媒体人啊 所以他们也知道是说 有可能这个人是心怀不轨 要来黑我们 不会的 像导致像我们这样 自媒体人出去拍视频 我现在要证明我是个好人 我给他们看我的抖音 你看我抖音多少个粉丝 我是要发到网上的 我不会发到其他地方 但这样的人家 还会去比较介意 你说我不太愿意被你拍 哇那你这样讲 我真的有感觉到 就是你们的这些言论 真的已经非常严重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放过我们的行的行 就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我跟你们从来都没有 我们的意义上也没有冲突啊 就是我们也没有 从来都没有见过 而且我也没有害过你 你为啥满脑子都是去害我 你为啥就一天都到来搞尿 就是虚假的信息 虚假的新闻发到网上 让我们维吾尔族人 本来过得很幸福 然后现在就是 我发现就是 被你们弄的 对啊被他们搞的 全球人都在开始心疼我们了 你刚刚讲棉花 那个我真的觉得 我是维吾尔族同胞 我会很生气 如果我是本来靠那个在赚钱 我会更生气 而且我们这边 比如说是那个 夫妻俩一块出去务工 然后两个人转回来之后 他们给他们弟弟办婚礼 也给他娶个媳妇 要么就是把黄妆修一下 要不换一辆那个车子 都泡汤那样 你们口口声声说关心我们 但是你们实际上 正儿八经想害我们 有些人跟你说 这心儿坏得很 听外网讯息干嘛 听微博族同胞 直接告诉你 我油管上有账号 你就关注我 看我的视频行不行 对我们 我们会把账号放在下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了 如果喜欢今天这集 就要帮你赞 然后也支持我们的 爱依图娜的抖音 谢谢 还有油管 油管 大家要都帮我们 也欢迎大家到新疆来旅游 我们这边美食特别多 对 也感谢韩国人 对大家多多支持 好了 如果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打几岸讲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